某些夢想或某些事情 別人看起來會覺得 你要達成了什麼樣的目標 我覺得那些其實都是 bonus 而已 好玩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過程中對我來講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從當中得到樂趣 接下來有什麼好玩的事情要做 我覺得要好玩這件事 要在生活中或目標中找樂趣的話 基本上就不要給自己 設任何的限制 或有任何的期望這樣 有時候碰到的時候 那個你就會開始有靈感 這個很好玩 所以接下來其實我也沒有想 那如果有一天可以做到什麼 很特別或奇異的事情 我覺得那才會是真的好玩的時候 好 拭目帶跑 那誰是你眼中既迷人 然後有魅力又有風格的男人類型 無理艾倫 好 答案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邀請我們GQ的總編輯 Blues上台來 我們頒發風格男人大獎 有請Blues上台 好 恭喜我們 謝謝Blues